我等你好久了 你终于出来了 那个女的是谁啊 那是附近奶茶店的外卖员 经常过来送外卖 她跟方总很熟啊 她和我们方总 可是CP CP 我们私底下经常说 她和我们方总 看起来特别般配 那你忙你呢 奇怪 一回来就变冰山岭 变得也变挺快 奇怪 你在等方总 我已经嘱咐过香水部多少次 每一次在做研究的时候 一定要保密 董事会怎么可能会知道 我们的新床里 我 去查一下 到底是谁泄露了这个策划案 你这个箱子还蛮大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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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就就好啊 你直接问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问 我听了半天我实在没听懂 那有话我就直说了 你跟方冷是什么关系 我跟方冷啊 嗯 你先扫一下我们店里的二维码 可以享受我们店里所有的好吃的 所有甜品的八折优惠 而且还可以知道我跟方冷的关系哦 只要一千元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八折 对啊 好便宜 是不是 就在对面 其实 把拆小区叫进来 一千块 真大方 真大方 你可以说了吧 不行 这个是普通贵宾 只能享受我送外卖的优惠 你得再往上升 升到至尊无敌贵宾 才可以知道 我跟方冷的关系 记得点外卖啊 别别别 小姐 小姐 方总 请您进去一下 请我进去了 让我进去 嗯 好 记得点外卖啊 康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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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 问我就行了 一千块啊 一 一千块 对 这里有拆解最新研发的解酒蛋糕 你吃了它之后呀 你就会提神型的 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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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尝 干嘛 这么看着我 你接近我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 糟了 它真的知道 哎 衣服搞脏了 那 你是不是得换衣服 我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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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不开 你可以继续再装下去 但我也不介意把你的事情 直接交给警察来处理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 真的是你 他们派你过来 就是为了想要毁掉 那你现在任务也算达成了 没有 你想多了 还差得远呢 你还真坦诚啊 呃 我的任务呢 不会毁掉你 只会对你的生活造成那么一点点影响 无非就是换个总裁 回去告诉你老板 我方冷今天可以坐上这个位置 我就不怕会被人取代 给我搜 回来 背出去 没错吧 方总 我就说 肯定不是柴小姐做的 就是她 我刚刚也只是试探了她一下 她直接就承认了 不可能啊 她不会被您 虚打成招了吧 你马上通知保安部 把她的名字列入黑名单 我不想再看到她 小琪琪 小琪 想什么呢 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搞不懂 你说明明收集荷尔蒙 对 对方冷一点伤害都没有对不对 那她凭什么那么凶啊 我还骂不过她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我要把反驳的话全都记下来 吓死她要再凶了 我就直接念给她听 我们开不顿信任 不能被地球人欺负 没错 骂她 小琪 你说方冷这么堵 该不会是小顺藤摸卦 打探我们外星人身份吧 不行 根据我们开不顿星球法则来说 我们要将母星的安全 还有利益放在第一要位 如若遇到对母星产生威胁性的人 允许采用 灭口 等非常手段 保护母星安全 可是灭口好复杂 会毁了我们在开不顿星球 好孩子的形象 而且 我不太会 而且方冷不在 我们不就没办法完成任务了吗 对哦 验证成功 我还以为她回来了呢 说实话 我对你的印象本来就不好 后来发现你虽然做事鲁莽 但整体上还是一个善良的人 但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居然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个送外卖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 可可爱爱柴小姐吗 不好意思 我以为你要给我吃 披萨吗 披萨在这边 你好 你的外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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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入餐 我们一起吃吧 柴姐 你不知道 她跟方冷现在的关系 已经到瓶颈期了 这么严重啊 你今天 不是去给她送那蛋糕了吗 她不高兴吗 我还把她给惹毛了 惹毛了好呀 以前那个什么皇上微服私房 她最喜欢的就是那种 能扇她的巴掌的女人 好奇啊 你啊 终于得到了我柴姐的真传了 这样吧 明天你继续去送外卖 然后你看一下 她如果真的已经被你气得 魂不守舍 心事难安的话 那我们就彻底成功了 要气她 气她 气死她 气死她 香水部的进度怎么样 资金减卖之后 研制进度就暂停了 股东那边 还是呈压倒性的反对意见 让香水部她们继续下去 资金方面的事情我来处理 好 还有事吗 方总 我觉得柴娇姐 根本不是泄露方案的人 她虽然平时看上去不正经 但是人肯定不坏 再说了 柴娇姐根本就没有看过 我们的策划方案 更不可能把我们的方案 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人 我不会给他们第二次机会的 如果 那个人是不小心的呢 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 让所有人的鲜血 都付诸冬流 韩助理 有的时候蠢人比坏人 更不可原谅 你说完了吗 没 没了 没了 干嘛 拦我 疯了也太狠了吧 这不是 不好意思啊 陈小姐 请你不要为难我们了 我说了 你不错了 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就先要抓住他的胃 如果想让一个狠心的男人 回心转移 建议尝试以下菜谱 鲍鱼炖鱼炖 找 酥香黄金翅 蒜蓉牛肋盘 这都是谁给你出的搜主意啊 我不知道啊 这个号码我没见过 它在挨地叫什么 一个默默无闻的月老 怪不得叫什么月老呢 这出的都是上世纪的主意了 现在呀 要想管住男人的胃 除了要好吃 还要求南方 那难忘跟好吃之间 有什么区别吗 好吃最多就做到色香味剧权 但是没有任何的记忆点 可是南旺呢 除了色香味剧权以外 还要加一个 南旺的名字 这样 就会变得很特别啊 要好吃 还要有好听的名字 那是谁会研究这种菜谱 这本是我柴姐 多年研究出来的成果 你好好学习一下 拿走不息 谢谢柴姐 一 二 三 四 齐活喽 先来你吧 情意明明 冰冰冰 几十五 哇 好简单 接下来是 暗送秋 玻璃桶 好吃 好吃 接下来就是 比一双费到你心里去 难不倒我 完美完美 完美完美完美 这道 没来烟去 是为你服务的哟 尝一尝 小琪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太棒了 你们做个饭都能把他迷迷 这么厉害的小琪哪里找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厉害的东西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